歡迎又回到氣爆周圍遊 今集繼續看美景 先去到飛逃高山公村招市逛逛逛 當然不可以錯過旁邊的飛逃高山老街 去到飛逃高山當然不可以錯過當地地道的飛逃牛 然後我們就會向上高地進發 我們看看交通方面的情況 我們亦會看看溫泉旅館的開箱 上高地的美景實在太漂亮了 它簡直可以與瑞士的湖江山色比美 我們立即開始今集的飛逃高山上高地之行 去到飛逃高山的那個朝早 天氣非常好 你看到藍天白雲 到訪的時候是五月尾時候 但因為出猛太陽的情況下 我想當時已經超過30度 非常之熱 但是因為日本的天氣都會比較乾一點 所以就算出猛太陽 都是乾熱的 就不會像香港那些焗那麼辛苦 我們今次就是自駕遊 那你開車來高山市之後 就順利成章 一定會來到高山市這裏主要的街道 那這裏街道呢 其實呢 有少許感覺 幾次京都那些三條四條通過一些街道 所以這裏又有高山市的飛逃小京都之稱 那我來到高山市呢 第一個目標呢 就是來宮村招市了 那叫做招市呢 都已經是一個Morning Market 所以呢 留意回它的開放時間呢 只是會早上半週的 4至11月期間呢 它的開放時間呢 是7點至到中午12點 而12月至3月期間呢 它是會晚一點點 由早上8點至中午12點 所以來高山市遊覽的話呢 盡量安排的時間呢 都是在上午比較合適的 一路走著Morning Market 就聽著一些很急速的 河水流動的聲音呢 都幾特別 這裏除了一部分呢 賣點飲食的東西之外呢 都是一些小手作的製成品比較多的 宮村招市呢 有這一檔很多人排隊的 很特色的Expression Cookie Cups 的Expression 哇這裏寫了兩句話呢 都幾頂人 這裏 整一個給它們 這位老闆娘看見她拉花 在咖啡上畫一個公仔 真的非常好手勢 真的蠻有趣的 這檔咖啡真的非常多人排隊 但老闆也蠻有氣勢和態度 如果同時幾個人在她面前 對著相機拍攝 她就不太喜歡 當然這位老闆也明白 她始終做生意 所以現場便快點 盡力不要打擾別人做生意 醬館 Takumi 館 這間挺捨義的食物店 原來是裏面那間叫做醬館 這間咖啡店叫做 La Chai's 飛駝高山老街 這裏也是很古舊的 不過這裏的東西 更新一點 很舊得美 這次神功的紙街 整齊起來 有些灰 舊的感覺 老家這裏除了食店 手信店 或者是一些賣小手作的店舖之外 亦都有一定數量賣酒的店舖 因為飛駝的酒都蠻出名的 就像這間一樣 它有一些試酒的機器 都要用錢試的 但一個相對比較便宜的價錢 你可以試試各種味道的酒 再去一支支賣 他們很喜歡 店舖中有一個咖啡店 在這裡 這個帥哥多漂亮 這個也是一七八零 這個 這個是不是魚來的 這間高山咖啡也有室內室內的部分 室內的部分有少許庭園的感覺 他們吃了一些飛駝牛 亦都有少許日式西式混合的餐 又有飛駝之酒 另外有一間賣酒的店舖 這間有很多人排隊 極選牛有甚麼特別呢? 牛壽司 最便宜的700日圓到1000日圓 这间十六银行是这一座古旧的街里 唯一一座比较新派的建筑物 你见到玻璃幕墙里面 其实都是古旧的感觉 你看它有些木的一个十字一个十字的建筑 好像古旧的日本的建筑 走完公尊朝市和老街后 又已经是午餐的时间 要一一套才行 下午就继续开车去上高地的行程 在高山市这里 其实你随手可见 周旧都是有很多可以吃到飞铜牛的小店 或者是餐厅 我们在大街亦都选择了这一间 比较当眼比较大一间 好像很多飞铜牛吃的餐厅 我们都叫了四个不同的飞铜牛设计 现在正在乘搭铜牛设计 现在正在乘搭铜牛设计 去上高地的飞铜牛设计 应该是1400日元一个人 就有车来平汤温泉 接着来到平汤温泉 就要转去上高地的飞铜牛设计 要付钱 駕駛的朋友 就记住 駕駛的车是不能上高地的 只去不到温泉旅馆 一定要坐巴士才行 我想很多朋友来上高地都是自驾游 就留意你駕駛的车 只可以最尽来到平汤温泉的地带 你就要再转乘去上高地 你就不可以駕駛自己一辆车 直接上高地的位置 又或者本身你的行程 不是在日本中部 也在东京大阪京都那一边 但你有兴趣来上高地 亦都可以的 因为它有直通巴士来到上高地 但是行程都真的非常之久 要13至15个小时 票价由慢充D 至20,000日圆左右 都不便宜 但是舒舒服服 一程过就不用怕 又要夹接驳车的时间 转来转去有什么脱漏 的情况出现 我就放了一条链 是关于上高地的交通资讯 有兴趣就可以去资讯欄 选择来看一下里面 一些较较较的交通资料 这次我们在上高地 就住了这一间 大正池酒店 它的地点非常之方便 先头在平通温泉 踏上来的Shuttle Bus 一落车 就已经是这一间酒店 这一间就是一间 比较基本一点的温泉旅馆来的 装修或者房间各样东西 都比较基本一点的 就不是很多花巧东西的 那你说除了这间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都有的 那你会走完一间里面 看完湖江山色的地方之后 去到最里面一个河童桥的地方 那里都有一些漂亮一点的酒店 不过商业的价钱一定就会贵一点 独特之处就是一个大正池隔离 一望出去就是这个大正池 那这个就是榻榻米房间 装修是旧一点的 它亦都有一些楼层 是西式的房间 应该是比较新一些装修了 那好像这一间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 这些是装修过的 是装修过的 两个房间 都在外面看到一个大正池很漂亮的美景 这间酒店历史应该都相当悠久了 在它大堂的位置 都放了很多去日的黑白照片 是在它大正池拍的照片 或者是有一个古旧的建筑 应该都是这个酒店的前身 看完这些旧日的照片 再走下去看看今天的大正池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旧日和今天的大正池 究竟有什么分别 现在走下去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 好像镜湖那么漂亮的大正池 那里 先拍一拍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小附近平 我们一起拍的 但是现在我们一起拍到 我们一起拍的 我们一起拍吧 在陽光普照底下的大正池 我覺得簡直是美到一個點 加上你可以瞭望到這個很遠處的山脈 一些積雪的山峰 難怪這裏上高地一向有一個堂 就是有日本阿爾卑斯這個稱號 先頭一提過大正池是因為火山爆發而形成的 爆發時有些溶岩或者山泥 就阻隔了一些河道 所以就形成了這個壺 其實現在在大正池這裏 間中也看到有些沉了底的樹 凸了一些樹枝在湖上 一些柳木 告訴大家其實這裏曾經受過火山爆發的摧殘 但是同時間這些沉了在池裡的樹木 還凸了一些出來 你就可以感受到這個河道的特別的氣氛 這個呢簡直是一個綠色的河道 賣蒸池 很多台灣的旅客甚至帶有一個畢業的河道來拍畢業照片 5月20日 4點23日有一隻蜘蛛 哦 今天幾號呀? 4加星 哦 之前出沒注意啊 5月20日有一隻黑熊出現在這裏 所以放了個告示牌在這裏 20日日就有熊出沒 所以叫你留意 這陣子可能呢 都會有黑熊出現在這一個地帶 對 對 不好意思啊 因為呢 探索很多 突然間見到那個 就在那裏熬了一下 我這個做法完全錯的 因為我沒有見到有黑熊出現 因為呢 是要見到有熊人出現 才是烤個鐘 就提醒附近的日 附近有熊出沒 那就千萬不要學我這樣 沒有見到熊就不要烤個鐘 我們其實這裏都未正式到上高地的位置 我們看完大正池之後 就沿著這個河道的上游一直進發 會經過一些公園或者濕地這樣 沿途的風光都非常之靚的 你看到這些河道啊 很乾淨 旁邊的樹 非常之青綠 還有我很喜歡呢 一路走著這些河邊的一些 一些西沙的小石的石地呢 一路走著那種 一隻隻隻聲的那種感覺呢 很有日本的感覺 正好小石地的工作 我現在對著對面的一個呢 就是思河梁峰了 這個澳思河鱷呢 是3,190米的 就即使是我對面,現在剛好有少少雲遮蓋了 那個位置 知道這裏了 有些雲蓋過了少少 三千多米,所以都有雪山 我們現在身處這位置大概1500米左右 這個位置應該是河童橋 這條是河童橋 外面、餐廳 對面一辣都是河邊 好像很捨意的餐廳咖啡 有些外地空間 有些傘 對著這個雪山 很棒 走到了河童橋這個部分 即時說你已經正式去到上高地 提醒大家,上高地的山區開放時間 和這個立山黑布有少少相似 在每年大概是4月至11月期間才開放 今年2024年,上高地的開放時間 就是4月17日至11月15日期間 所以你接下來想著計劃來上高地 就要趕快在11月15日前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上高地冬季閉園的期間 去上高地的公共巴士 或者是甚至的士都不會有的 都是停止運行的 那些旅客只可以步行上山 但是我想遊客步行上山 的風險就會大一點 而且天氣都比較冷 當然就不太推薦這樣做 其實過了河童橋再繼續去 還有一個神祠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沒有再走下去了 因為已經開始收太陽了 那我們就要打到回府 要走回程路 去我們酒店準備吃 我們的dinner 再給大家一點概念 先頭我在這個大靜池的位置 走到河童橋那邊走 先慢慢走 看看走一下 大概一個半小時 所以你計算一下 一來一回 可能都要花來三個小時 多一點 好 回到酒店 吃dinner 之前 第一時間就走到累了 就是酒店的天然溫泉 那邊浸一浸 那溫泉裡面的情況 我拍不到 那池就普通通 不算超小的那些 那當然都不會太大的 那我覺得都幾好可以接受的 那我們在這間酒店 都是訂了一泊兩食 那這一個就是酒店準備給我們的晚餐 那大家可以看看賣相那些 可以不可以 還有大概是吃些什麼的 這一個就是 豬和牛的 餐材料 我這個是無魚餐來的 那 那些好像煙沙文變成了番茄 然後中間有一個魚 就變成了一盒 什麼呢 雞肉好像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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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五月尾在這裏住的時候 我們一行五人 訂了兩間房 一個就是 榻榻米房 就三個人住 另外一間雙人房 就兩個人住 我們都是一泊兩食 即是包晚餐早餐 那我們平均來說 就 每人大概七百零八百元 我覺得 包食包住 我覺得都算幾抵 我們上高地 飛桃高山的影片 暫時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點支持給個Like 尚未訂閱這個LazyTraveler 氣爆周圍有的頻道 記得快點免費訂閱 還有訂閱的時間 記得按鈴鐺 新片提示 繼續可以看到我接下來的旅行分享 有一點驚喜 在平湯溫泉上上高地的公共巴士 竟然有廣東話的廣播 道理巴士 你快點進去 離開了 你不會留下手機 櫈光機 你都不遵守 為對手機 好 平均 你坐在我上 下車上 下車です 個人物品 切物留下任何物品在巴士上面 尤其請確認有沒有攜帶好智能手機 相機 銀包等 似乎看不見有攜帶好智能